我身為黨主席 對於黨內目前選情低鳴 而且這個紛擾不斷 那我責無旁貸 是我努力不足 是我溝通不夠 那我一定要向所有的黨員同志表達致歉 也要向侯副院長 對於發生這樣的情況 做這樣不得不的一個決定 表達最高的歉意 那正式的致歉跟完整的說明 我會在明天的中常會 跟禮拜六的全代會 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也表達建議